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的千年文明 也是国家图书馆百年不变的情怀 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古籍善本 其内容可谓包罗万象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从悲铁精华到敦煌一针 从膝下碎金到方至于图 让人叹为观止 这其中还有关于古代中国人 休闲娱乐和体育竞技方面的版画 插图 书籍等珍贵文献资料 这些文献让人们在墨乡之中 见识古代中国人的矫健身姿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里 有一本看似普通的书籍 里面描写着这样的情景 站在碧绿的草地上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沐浴在阳光下 与三五好友一起挥干击球 尽情游戏而有不失礼仪 这不是在描写人们 打高尔夫球时的乐趣吗 怎么会出现在一本古籍中呢 在中国古代的体育专业书籍里 的确出现了类似高尔夫球运动的描述 这是明代课本 锦囊小史中所收录的《丸经》 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最早的《丸经》在元世祖年间 大概一二八二年完稿后 就有版本问世了 书的作者署名为宁治老人 并没有留下具体性命 《丸经》中所叙述的 几乎跟高尔夫球一样的运动 名叫锤丸 锤丸是从唐代的 不打球发展而来的球迹运动 它的游戏方法是 在地上挖成一系列球窝 比赛双方用球棒向窝中击球 以所用棒数最少或以得窝数多的一方为胜 从《丸经》的记载来看 锤丸的场地 器具 游戏规则 都与现代高尔夫球运动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们不妨通过跟高尔夫球运动的比较 来了解锤丸这场运动 和当代高尔夫球运动相似 锤丸运动中 用来击球的球杆叫做棒 它是锤丸运动的重要器具 《丸经》中的取材章提到 针对具体的场地条件和要击打的球 球员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棒 穿棒 勺棒 谱棒 单手 鹰髓等十几种 不一而足 这比现代高尔夫的木杆 铁杆 长杆 短杆 还有讲究的多 据说宋朝的帝王宋徽宗和金章宗 都是锤丸的爱好者 他们的球杆以纯金打造圆边 顶上坠视着玉器 这些精致的球杆并不是装在球袋里保存 而是收藏在奢华无比的锦盒里 这跟如今高尔夫球球杆的讲究如出一尊 有了球杆还得有球 锤丸所用的球丸一般都用树瘤制成 树瘤是树木因病而生成的瘤状组织 树瘤的质地非常坚硬 耐打击性强 它的花纹非常漂亮 用这种树瘤制成的锤丸球 滚动起来十分醒目 这些球丸跟现代高尔夫所使用的球 异曲同工 在场地的选曲上 锤丸又与现代高尔夫呈现了惊人的一致 《丸经阴地章》详细地描述了锤丸运动的场地 与当代高尔夫球相似 锤丸的场地也要求有平坦的地形 中间穿插凹凸粗糙不平地段 再加上沙瓦地 水沟等障碍物 锤丸最显著的特点是场上设球穴 以仗基球 在场地上设窝 右脚夹 也就是小洞 窝边插上不同颜色的彩旗 以表示窝与窝的区别 当代的高尔夫球设有发球座 作为每一栋的发球点 而中国古代的锤丸也划定基球点 这基球点称为基 锤球时分头棒 二棒 三棒 头棒虚先安基 再基球 此后的每一棒都以前一球的落地处 作为新的起点 我认为它与现在的高尔夫 是有很大的相似性的 但不能说现在高尔夫就是锤丸发展过来的 但有一点就是锤丸对现在高尔夫的规则和打发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起码有这么几年是相似的 第一 他们这个用具 你比如这个丸杖 他的打发 他这个造型基本上一样 另外呢 球场上都有洞 咱们丸经叫洞吧 现代高尔夫叫雪 所以说都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现代高尔夫的标准的球场啊 一般是在最一 般非标准的是九个 标准就有十八个球洞 咱们现在建的考古资料当中中国古代的这个锤丸酿 宋明轩的形劳图是十个 这在这之间说基本上相似 这是一个 另外那个场地的设计啊 他都有这个高地气负 河边啊 还有沙地 你想明轩的形劳图虽然不再是在公共中 没有农场 但是他人为的模仿一些场地 进行了这个比赛 从现代高尔夫球和中国古代锤丸相比较来看 可以说除了名称不同 锤丸的整套球系模式与高尔夫运动相差无几 此外 他们更重要的相似之处还在于 两者斗色的诚实和信用 不论对抗多么激烈 所有球员都应当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礼貌谦让和良好的运动精神 而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丸精 为我们道出锤丸比赛中 球场的道德及当时人的社会体育观念 丸精里对锤丸游戏过程当中的不道德行为 有着种种严格的规定 例如 不能加土或做坑 阻拦别人击出的球的行进 不能妨碍他人击球 不许给他人指示地形等等 与中国其他传统体育项目一样 锤丸游戏非常注重道德品质的培养 丸精上要求参与者在比赛失利的时候不怨怒 在比赛领先的时候不焦躁 不能洗行余色 不能出口伤人 否则就不是一个君子的所为 另外呢 即便是游戏也要求责良友 丸精中说 锤丸运动中不得不慎重选择密切游戏的朋友 对于中国人 锤丸运动不仅能达到休闲娱乐的目的 同时还具有修身养性 移情健身的作用 所以深受君子的欢迎 在宋金元三朝上至皇帝大臣 下至黎民百姓三教九流 对锤丸都是相当追捧 其流行度不亚于当代的篮球足球 更胜过了如今仍对平民百姓门槛较高的高尔夫 为什么咱们宋代是锤丸比较流行的最早的一个时期呢 这有很重要的历史证据 就是国家图事馆收藏的这个丸精 丸精里边呢 在这个明代人写了一个把 写了一个序 他就说这项运动呢是在宋徽宗时候 金章宗包括宋代的时候就是流行了 按照他这个年代的时候 宋徽宗代的1125年这个时候 就他的年号最后的一个年号 这最晚是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 这是他这个根据文献记载的 说明呢这项运动比这个文献要出现了早了好多年 只有出现好多年 他文献才进行对他进行总结 成书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则就是说 宋代末年就已经出现了 垂丸运动 垂丸流行于宋元明时期 这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娱乐文化的要求 有直接关系 达官贵人 文人 文人墨客 文人墨客 甚至侍女 在酒后饭鱼都喜欢以垂丸来消食解闷 陈万里 陈万里陈枕中 注入有一儿童垂丸图陈枕 图中小孩吃一小杖在鸡丸 形象生动 这都是当时垂丸活动盛行的有力佐证 明朝杜锦所画的侍女击球图中 老松树下两位丫鬟全冲球童 三位三花侍女优雅的推杆 明代女子垂丸之风的盛行可见一伴 垂丸这项运动的广泛流行 使得一部讲述这项运动的游戏规则的书籍应运而生 在元氏祖年间 大约在1282年 丸金丸稿后很快就有版本问世了 此后一直到明代末年 丸金不断被翻课出版 许多热爱垂丸运动的知识阶层 都愿意购买丸金作为运动的参考 甚至花钱课书 保存这项运动的文化遗迹 这也使得丸金成为了中国古代 出版发行量最多的一部 体育专业书籍 然而到了明末清初 由于战争频繁 由于社会动荡 垂丸运动也随之衰微 然而到了明末清初 由于战争频繁 社会动荡 垂丸运动也随之衰微 清朝建立后 贵族阶级喜爱的是狩猎 摔跤等身体娱乐活动 于是流行数百年的古代垂丸运动 便在清朝的两三百年间消亡了 幸运的是清代出版的说服 新编的金带秘书丛书 学金讨元丛书 仍保存了顽经版本 尽管顽经已经失去了 原来的实用价值 但顽经作为中国古代 最全面的体育书籍 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体育发展面貌 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价值 如今收录丸经的丛书类书 均被妥善地保管于 中国国家图书馆 为世人认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而传承于世 籃为统一摇 繁开白年的历史划绺 踏上千年的谈寻之旅 百年过途 古老典藏 人魂光辉 历史重新